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习近平挨家挨户走访 听诉求某方案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习近平第三任期在掌舵前 大陆官媒领航官宣片 描绘习近平带领大陆 重新启航 杨帆奋进新中城 从19届其中全会公报中 点名习近平的两个确立 扑下大陆2025年的远景目标 展望经济实力 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 实现大幅要升 大陆也将遵循双循环的经济政策 来因应中美贸易战变局 五年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审时夺势 守正创新 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 团结带领全党 全军 全国各组人民 有效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 根据纽时报道 习近平曾表示 时与事在大陆一边 东升西降将是未来大势所趋 而川普与拜登政府在技术出售 人权和台海议题上的重重分歧 激化美中间的关系更趋紧张 外媒也指出习近平下令 解放军在2027年前 具备五统攻台的能力 纽时评论指出 习近平论言行举止或施政方针 都效法毛泽东 显然已是反版毛泽东 随着我们去的次数多了之后啊 我感觉就是那种 谁还不在自家院子里转一转那种感觉 就是我们的领土一种沉默的宣誓 大陆大规模清零防疫政策 争议连连 多个一线城市运转遭到阻断 不仅严重影响经济成长 严格的防疫管控 日复一日的核酸点测 强制隔离 甚至封锁城市社区 外媒指出大陆防疫是忘不到尽头的愚蠢 分析师更指出习近平坚持的清零政策 2023年将备受考验 并攸关大陆经济成长 习近平第三任期在外交内政上的重大关键 都与中美角力博弈和台海情势 此次相扣 大陆过去十年整军金武实力大幅提升 外交上借一代一路经济合作 影响力在中东南泰与日俱争 但美国的维度从外交联盟到科技上 试图斩炒除根 中美相互间的攻防 攸关全球未来发展 记者陈里斯波了 海华XO干贝酱 这一罐很厉害很威好吗 它的蛋白质是鸡啊牛啊虾的三倍 这么好的干贝酱要去哪里买 是我们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电商的网站 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咯 好希望大家爱用咯